好,那你要做 要做一件的你就做一张了,要做两件你就做两张 自己去发挥你的创意 各位自己发挥创意 那我们下午会需要到那个建豪 建豪印刷 建豪云端数位网站,这个是下午要用的 那各位可以先去注册会员一下 注册会员一下,我把网址贴在讯息 我把网址贴在讯息 各位可以下午 那个一点半上课之前可以先注册一下 好,那这边也提醒各位 当你开始喜欢开始做这些出版或者洗照片 那个做出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你会发现你平常拍的照片解析度就很重要 解析度就很重要,为什么 我们平常在电脑上面看的荧幕 那个 我们眼睛的可以分辨的解析度大概只有72dpi就可以了 所以那个解析度事实上不用很高 不用很高 但是当你要去输出成印刷品的时候 它的解析度大概会是5倍 大概会是荧幕解析度的5倍 就大概会是300到400dpi 那所以我们通常如果你要印一张那个A3全版 A3全版大小的照片 你要去那个或者是去印刷行要去把它印出来 通常他们都会建议那个解析度要800万像素以上 所以你的手机的拍照 请各位 现在随便手机应该都有一千万画素了 请各位尽量都把它开在最高画素 各位平常在拍照就要养成习惯 尤其是拍你家小孩的时候 那个都是这个几十年的回忆 等你到老的时候你都会拿出来看的 那所以这个解析度请你直接调到最高 平常就这样拍就用最高解析度 不要等到有一天我想拿小孩的这个照片来洗阅历 来做阅历或者来做这个大图书书 或者来做衣服 结果传上去人家网站跟你说 你的解析度不够 印出来会糊糊的 所以这个部分就请大家再留意一下 老师请教一下 请说 你说那个建好云端数位 这个要付费吗 因为它什么除值汇款查询估价 他只有你在使用编辑都是不用钱的 只有你要输出作品 他才会跟你收作品的钱 就是比如说你要做马克杯 你都编辑完了你要送出去 跟他说你要买几个杯子 你才要付钱 做衣服都一样 使用编辑阶段是完全不用钱 这样了解吗 嗯 平常都不用钱就对了啦 你要买衣服一定要钱嘛 要买杯子一定要钱嘛 或者你要拿去做杯垫 那个杯垫要做出来一定要钱嘛 所以你要付那个东西的制作的成本 跟邮寄费用 就这样子而已 比你自己去你家附近的那些 这种出这种帮你印制的店还要便宜 因为他们是全台湾最大的这种云端输出的网站 甚至你家附近如果有那种小店 小店面 或者是说你们像你们学校帮忙做那个毕业 纪念册的那些个体户 或者是小公司 他们也是在那种地方编好 直接直接让那个云端输出直接帮你印出来 然后就收你收你比较高的费用 这样各位了解 所以现在真的真的还蛮平价的啦 蛮平价的 我自己印过两次三次 自己印过三次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下午再来聊 好那早上剩下的时间就请各位把你的 至少至少一页 一页的那个T恤的那个图面 最好是两页啦 因为T恤它可以印正反面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只印一面 价格就比较低一点 印两面的价格稍微就比较多一点 然后还要请各位麻烦 我们下午会用到一堆你自己的照片 解析度越高越好 所以请你从你的那个手机啊 或者是电脑里面 请你挑出二三十张 我们要做一本那个纪念册 或者是 老师声音突然变小了 好ok 就是我们要做你的那个相簿 我们下午要练习做一张相簿 做一本相簿啦 所以会需要大概二三十张的照片 请请请请请 老师请问一下 我早上要做那个照片的那个背景去除的那个图面 一直没有办法成功 那你有选项对不对 所以我想说刚好像我们就是照老师 有选项但是做不成功 我知道 他一直会跳到一个 我就是校长你知道那边在 知道 我还有录 我刚刚你有拍 有拍我讲不清楚 然后又有传给 呃 这个就要再试一下 我猜是不是有人在修 呃 我是没有遇过做不出来的啦 那我不知道他出什么原因 可能要看一下你的画面 才会比较清楚啦 那你就再试一下 或者换一个浏览器再试一下 这个我们也都是要要试过才会知道 好 所以麻烦各位就是在下午一点半之前 准准备好二三十张 好 那个陈老师说有可能用到学生账户 好 你你再试试看 好 那个准备二三十张 那个照片 啊 这个照片 最好是相机拍完之后 或者手机拍完之后的直接档案 你不要拿去 拿那个line上面的 或者是脸书上面的已经丢上去的照片 你再把它抓下来 这一种 经过社群媒体 的相片 他的解析度都已经被降掉了 已经解析度都降了 所以这样的档案 等一下要做输出列印的时候可能会有解析度不够的问题 好 这个这个各位要注意一下好 尽量用原始照片 好 没有经过line 没有经过脸书 没有经过那个google google像本的那个部分 尽量用原始照片 好 那 刚刚刚刚那个有很多老师提供意见了 可能是那个不能去背可能是你用到学生的账号或者是你的教育版 账号还没有开通好 好 所以 所以就会可能没有办法做去背好 因为这个功能是专属老师跟付费版本的 好 这个部分就是请你再试一下 好 那我们早上到这边 早上到这边 好 各位帮我注册 下午上课一点半之前呢 各位准备好 第一个照片 第二个 就是你的那个建豪云端的那个账号 请各位把它先注册好 好 早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休息一下 下午一点半 下午一点半继续上课 谢谢 老师 因为我想要问下午的照片 好 你说 就是line跟fb再抓下来这个不ok 我可以理解 然后 可是如果有时候我手机照片一存到云端下午部备份 我就把手机相片删掉 但是你刚刚是说连续抓google相簿下来的 这样也不适合 因为google相簿你当初在存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 如果你要使用无限容量的相簿 那你上传的照片 他会帮你做降解析度的动作 那他就给你无限容量 那如果你也可以选说我要原始档的照片 那如果你原始档的照片 他就会占你的google的容量空间 他会计算 那这种他就不压缩 所以其实是要看你当初选择的是哪一种选项 那如果你是选那个无限容量的 你这个相片基本上上去的时候 就已经被压缩过了 对 好我等一下去看一下我当初的设定 好OK 然后老师你说要印成T恤 他到时候是印成一个满板的T恤 的一个 就是很明显的在T恤的中央这样子吗 对他会有一个 他会出现一件T恤 让你去对位置 好 那我们就休息到一点半 谢谢大家